大家好,植物的生长和开花和它的根性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 那么茶花也不例外 茶花在养护的过程中如果根系养不好,根系特别弱 如果它有大量的烂根,像这情况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你的这个茶花叶片大量的掉落 而且无法开花,整株植树会越养越弱 所以养护茶花养根是非常关键的 就把它的根养好了,保护好它的根系 那么它后期才能够越养越旺盛 那么如何保护这个茶花的根性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主要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合理的浇水和施肥 那么茶花虽然是比较喜欢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生长环境 但是呢,浇水施肥也是要根据盆土的一个干湿情况来判断的 不能够一味的给它浇水施肥 以免导致这个盆土会出现积水 然后会导致它烂根 那么施肥的时候也要注意 养养花如果想要让它的根系养的状 施肥的话主要是以凝甲肥为主 特别是在茶花它发根期间 或者是根系长得比较弱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一般就给这个茶花呢 用上这种快速生根粉 它是一种高凝的血龙肥 凝含量比较丰富 是有绿植树更快的发新根 而且呢,它里面还含有这个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根系啊,能够快速的生长 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 比如铁啊,蒙啊,锡这些也是非常的丰富 这种的话呢,就是比较适合在茶花 根系比较弱,或者根系比较少 在发根期间的时候使用 将它有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 大概就是7到10天来给茶花 用一次就能够有效地促进它更快的发根 还有利于这个根系的现状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要合理的施肥和浇水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防止一些病虫害 那么很多病虫害 它都会侵蚀茶花的根系 导致根系受损腐烂 那么我们想要做好保根工作 就要做好这个杀菌杀虫的工作 杀菌杀虫就是定期要给它 使用一些杀菌药、杀虫药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各撒上一勺这种颗粒型的杀菌剂和杀虫剂 这个是杀菌剂、小粉药 然后这个呢,是杀虫剂 就是颗粒型的比虫磷 在这种颗粒型的杀虫剂呢 撒一勺在这个盆土里面 基本上的话就可以维持一个40天左右的一个小期 然后呢,这个小粉药也是同样的 各撒一勺就可以了 也可以直接埋进盆土里面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菌防虫的工作了 那么在做好第二个之后呢 我们第三点就是要保证这个土壤的疏松透气 疼土的一个疏松透气 沥水性一定要非常的好 浇水之后呢 水就能够很快的从盆底流出去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造成积水的情况 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根系 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盆 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盆的透气性一定要非常的好 就比如像我中运这个盆的话呢 它旁边是有非常多的这些透气孔 那么透气性非常的好的话呢 这样子根系才能够更加通畅的呼吸 不容易出现一个闷根的现象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 就可以尽量选择用一些透气的里瓦盆 这样的话是最适合这个茶花根系的生长了 所以养茶花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用上这四招来保根 那么你的茶花就能够长得非常的旺盛 枝繁叶茂 开花呢 也会非常的健壮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